2018年世界杯 在俄罗斯的罗斯托夫上演了一场精彩的1%决赛 由篮五是日本对阵欧洲红魔比利时 最终比分3比2 日本被比利时淘汰 比利时当时排名世界第五 日本则是第44位 看似一个正常的结果 但比赛过程却是跌宕起伏 日本曾一度2比0领先 直到比赛的捕食最后一分钟 比利时才打入最后一球 反超比分彻底杀死比赛 这短短的14秒反击 赛后被日本拍成了长达50分钟的纪录片 罗斯托夫的14秒 在某半上评分甚至高达9.2分 通过28台摄像机的采集 和对日本球员的采访 甚至也邀请了比利时球员进行了采访 他们忏悔 反思与道歉 一个昏暗的房间内 几个日本球员正在观看比赛的回放 昔日的不甘涌上心头 的确当时的比利时正值巅峰 黄金一代人才积极 中场大师德布劳内 小魔兽卢卡库 一米九九的门将库尔图瓦 赛前没有人会相信日本能虎口逃生 但日本球迷仍是满腔热血 由于时差原因 当时的日本是凌晨三点 但大街上仍是水泄不通 仿佛是过年一样的疯狂 他们心里也清楚 这很可能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 他们背水一战 他们义无反顾 比赛进行到第48分钟 圆口圆气一个直塞球 撕开了比利时的后防 8号柴奇悦拿球后虚晃一枪 然后将球打入圆角 此时就像是一枚炸弹 炸向了罗斯托夫 替补球员疯狂庆祝 他们看到了晋级的希望 如果战胜比利时 他们不仅是国家的英雄 也将会是亚洲足球的骄傲 比赛仅仅过去4分钟 14号前贵世 在大进区前的一角远射 再一次摧毁了比利时的防线 求直挂球门的死角 巨人般的库尔图瓦也无拘于事 此时的日本不仅仅是看见了希望 更多的是感觉胜券在握 远在东京的球迷几乎疯狂 人类最狂喜的状态也不过如此 但疯狂过后 日本队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攻击的すぎたかなっていうのは チーム全体を通して 僕はそう捉えてますね 哈世辈がやっぱり これでいいですか これでいいんだこれでいいんだっていうね そういう指示しか自分が出してないのかね 今思えば本当中途半端な指示だったなと思う 他们没敢想过自己会两球领先 就在他们犹豫是保持现在的战术 还是死守的时候 比利时抓住了机会 依靠着身高的绝对优势 比利时利用两个头球扳平了比分 尽管比分仍然是平局 但由于心态的巨大转变 胜利的天平已经偏向了比利时 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日本队获得了一个角球 如果发战术角球 就会把比赛拖入到加时 甚至可能是点球大战 对日本来说肯定是有利的 但此时的日本队并没有那样做 反而清朝而出孤注一掷 原因是因为上次和波兰的比赛 日本队为了能够出现 比赛最后十分钟一直在倒角 尽管最后成功晋级 但再后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甚至出现了偏激的评论 他们是日本的耻辱 也是对足球的羞辱 球员们的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打击 因为身高的原因 投球方面日本并没有任何优势 罗斯托弗的14秒也就此拉开序幕 脚球发出后 直接被1米99的库尔图瓦抱住 但比利时的反击 其实从抱住球之前就已经启动了 中场绝对核心德布劳内提前启动 由于他的站位太靠后 所以日本人没有安排单人防守他 现在想想真是懊悔不及 这里聊个场外的话题 德布劳内和库尔图瓦 曾经拥有过一个女人 而且是同时拥有 当时德布劳内被女友出轨 和库尔图瓦发生了一夜情 或许是因为这层特殊的关系 两个人心有灵犀 接盘侠库尔图瓦直接把球扔给德布劳内 此时的日本就像是一个逃命者 被比利时拿刀追杀 他们只能拼命跑向后场逃命 德布劳内的带球时速高达30.1公里 不愧是如今的世界第一种场 比利时犹如苏醒的猛兽 球员像是冲向马拉松终点一样 拼命的冲向前场 局面瞬间变成了乌打三 正面防守德布劳内的是16号山口营 他可以选择稳健的后撤 这两次的躺球全是长达10米 如果按照这个节奏 山口营胜券在握 但德布劳内毕竟是中场大师级的角色 第三下带球突然改变节奏 在抢断前把球分了出去 其实当时的山口营还有一种选择 就是直接铲球放倒德布劳内 但同样是身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人 并没有这样做 值得一提的是 鲁卡库的这次无球跑动 直接带走了一名后卫 让拿球的莫尼耶这边非常空旷 莫尼耶拿球后没有停 直接横穿中路 此时日本队魂站了出来 17号队长长谷布城 他飞速地回本防守 挡在了鲁卡库的身前 封死了射门角度 这是34岁的长谷布城的最后一场国家队比赛 他要誓死捍卫蓝武士的尊严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平日愣头青的鲁卡库 做出了一个绝妙的处理 他没有出球 选择将球漏了过去 沙兹立节球后轻松打进 整个球场直接炸开了锅 比利时的球员和球迷疯狂庆祝 一方的欢喜 衬托着另一方的忧伤 人类的极端情感 在这一刻得到充分的体现和释放 鲁卡库的骚骚作连 比利时主教练马丁内斯都没有想到 长谷布城当时极限地伸出右脚 虽然触碰到了球 但没有改变整体运行轨迹 真是腿道用时方分短 74年前 长谷布城的左腿做了半月板手术 直至今日仍然是时常做痛 因为左腿是支撑腿 所以导致右腿伸出去短了一点 而让人更难过的是 这次失败的篮节 是他在国家队的最后一次出球 这场比赛后 他选择了退出国家队 14秒的反击 做成了50分钟的纪录片 这种深刻的反思 在足球领域是空前的 不由得让人想起 诗人贺伟说的那句话 好了 大地说小片 精彩整天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一定不要错过原片 我们明天再见